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常看我们频道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从GPT4开始 OpenAI就开始对自家产品的基础细节 完全保密了 发布的时候也只是展示了一份TechReport 给大家看看基准的测试结果就完了 但是绝口不谈训练的数据和模型参数 尽管后来有各种网友各种的爆料 OpenAI也从来没有正面的回应过 其实我们也不难想象 训练GPT4需要海量的数据 这可不是付费购买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大概率OpenAI应该用到了网络爬虫技术 而且不断有用户也开始指控OpenAI 理由就是用网络爬虫 会侵害用户的版权和隐私权 不过就在刚刚OpenAI摊牌了 我不装了 直接官方公布了 从整个互联网爬取数据的网络爬成 GPT-boot 同时说明这个爬虫爬取到的数据 将被用来训练GPT4 GPT5等AI模型 GPT-boot保证爬取的内容 绝对不包括违反隐私来源 和需要付费的内容 OpenAI也表示 使用GPT-boot爬取网络数据 是为了改进AI模型的准确性 功能性和安全性 网站的所有者可以根据需要 允许和限制GPT-boot 来爬取你自己的网站数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爬虫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顺便了解一下如何屏蔽它的方法 首先GPT-boot的用户代理字符串 也就是User Agent Stream是这样的 这个User Agent简称UA 是浏览器的身份标识 包含了访问者的系统环境 浏览器内核版本 语言等等多项信息 如果你不想让GPT-boot来访问你的网站 就可以将GPT-boot添加到网站的 robots.txt文件里 这样GPT-boot就不会访问你的网站 进行内容爬取了 或者你可以只允许它 访问网站特定部分的内容 比如说只能读取某个路径下的文件 需要注意的是 其中allow的优先级更高 也就是说当allow的目录 是disallow目录的一个子目录时候 它也会被允许访问 此外OpenAI还公布了爬虫机器人的IP地址 如果实在是对这个爬虫不放心 你可以把这些IP都加入到 访问网站的黑名单里 这样就可以禁止来自于这些IP的请求了 其实说实话 使用网络爬虫来获取数据 在过去的20来年里 在全球都属于一个灰色的地带 它的合法性始终是饱受争议的 因为这个爬虫到底有没有获取 有版权的内容 有没有爬取非公开的数据 有没有侵犯到个人隐私 在没有被抓住证据之前 都处于薛定谔的状态 曾经有数据统计 全球互联网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流量 其实都是爬虫 你爬我 我爬你 当然了 最大的爬虫非Google莫属了 甚至已经到了网站被Google爬取 要感到很荣幸的地步了 进而也演化出了SEO这门技术 怎么能让Google更好的爬 由于有段时间 大家互相之间爬的太疯狂了 所以就坐下来商量商量吧 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robots.txt 也被称为robots协议 这是一个存放在网站根目录下的 ASAC编码的文本文件 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告诉其他的网络爬虫 我这个网站中的哪些内容是不对爬虫开放的 哪些内容是你们可以爬取的 由于这个文件在网站的根目录下 所以一般在这个网站的域名后面加上-robots.txt 就可以直接访问到这个网站的robots协议了 也就知道了这个网站对于爬虫的态度了 我们拿淘宝网的robots文件为例 直接访问https3w.tobo.com-robots.txt 就能够看到了 协议的内容非常简单 user agent就是告诉网站的服务器 访问者是通过什么工具来请求的 后面的百度Spider就是大名鼎鼎的百度搜索引擎爬虫了 最后的disallow-按照robots协议的规定 就是禁止百度的爬虫访问网站的所有内容 没错 百度的搜索引擎就是被淘宝在2008年9月的时候屏蔽的 call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行代码 让淘宝避免了流量被百度搜索引擎拿走 也避免了平台内的商家要给百度竞价排名付费的可能 间接催生出了淘宝的战内竞价排名体系 这个robots协议本质上来说就是运营方写的一个公开的声明书 其中的规则非常简单 逻辑也非常的直白 需要注意的是robots协议本身只是一个君子协议 只是一个搜索引擎和网站之间的共识 它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 也没有任何技术的约束 单纯的就是一个纯纯的道德层面的约束 换句话来说 robots协议从技术层面上是完全对抗不了爬虫的 大家如果都是君子 那还好说 如果真想爬你 或者是你真想防止别人爬你 那还是得上其他手段的 那既然是君子协定的东西 对于非法的爬虫来说是毫无约束力的 但是对于一些重视商欲的大公司来说 反而是具有效力的 这一次OpenAI主动的公开自家爬虫的IP地址网段 也是想以品牌形象作为担保 将自己的爬虫行为一切都摆在台面上 对于OpenAI而言 这也是它在面临窃取数据非议的时候 最简单最直接的证明自己确实合规的措施 毕竟对于OpenAI这样对于数据有海量的需求 有很强的技术实力 而且追求盈利上限的公司 一边是合规获取海量数据所带来的高昂成本 一边是寻求外部资金支持的时候 需要拿出更好的预期 所以要自证清白确实不太容易 估计最近OpenAI也是被监管 以及各种诉讼搞得头疼 在拆的GPT版权第一案中 OpenAI就面临了六项指控 这个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介绍 在OpenAI发布GPTBot这条动态之后 就在Hacknews上引发了一场争论 焦点就是使用爬取的网络数据来训练AI模型 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 有的网友就说 你都爬完数据了 训练完模型了 再拿出来说有什么用呢 也有的人质疑 GPTBot会如何处理网站上的授权的图片 视频 音频和其他媒体 如果在模型训练中使用到了这些媒体 那么就有可能构成版权侵权 相反一些人认为OpenAI有权自由的 使用公共网络数据 就好像一个人从网上公开的内容中学习一样 但是也有人认为 如果OpenAI通过这些网络数据 获取了商业利益 那么就应该分享利润 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随着AI产品的快速发展 训练AI的数据到底应该怎么用呢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 好了 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